業餘羽球盛市 世界清晨杯 參賽人數創下三千六百人新高 其中更是臥虎藏龍 兩千零一年市井賽女單冠軍 龔瑞娜在專業混雙組登場 三十四歲退役多年薄到未老 但對手臺灣組合不甘示弱 在比賽中段展開激烈拉鋸 最後才以二十五比三十一敗下陣來 至少都已經有發揮自己的水準這樣子 對 那就像你們講的 他 我真的不曉得他是有拿過世界第一 那難怪剛才那一場真的打得蠻辛苦的 對決野生 前世界冠軍 過去也是選手的張先生 竟然是下了球場才知道 更誇張的還在後面呢 這位參加長青組羽球三對三 即將滿八十歲的伯伯 竟然是空軍退役中將 怕了吧 早期的從八十六開始會 會一百 然後F5都會過 空軍一直鼓勵我們飛行員運動 要運動才有體力 才能在戰鬥的時候發揮你的韌性 除了有世界冠軍和將軍 這兩種軍之外 第四十四屆清晨杯首次移師到小巨蛋開打 更是一大賣點 不過參賽者卻有不同聲音 第一個他們上面有很多的氣流 所以穩定性可能不高 因為這個打魚貓球很怕燈光 所以抬起頭腦到處都燈光也不好 柳伯伯是愛之聲責之切 畢竟三十年來不曾缺席清晨杯 他期望主辦單位追求規模 兼顧場地和比賽品質也很重要 YT訊問消心唱菜情景 採訪報導